看到的是一场国际级的友谊赛 利物浦 名战合床 现在我们的转播席上只有我一个人 上半弹比赛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完全实况 为您带来的这场实况的直播 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开局怎么样 再次摆脱了防守 球被解围了 直四一下 撒威亚龙锁 李瑟 越是多控球 对手得分的机会就越少 从左路进攻 打门 球进了 上半弹比赛开始仅仅几分 开场没几分钟就丢球了 出事不利 这个开局实在是太糟糕了 首先要把比分扳平 空门 对球门继续施压 球被破坏掉了 比瓦斯 中路突过 射门 左边空了 左侧带球 裁判的哨声响了 是一个直接认一球 是一个直接认一球 即时的将球解围 卡布射 卡布亚龙锁 要突破防线 往前塞一脚 把球带向右路 巴罗什 压力很大 他试着扯开对方的防线 他试着扯开对方 他试着扯开对方 转圈破坏 把球挑过对方头顶 越位了 这是刚才的回放 跳到前面 现在全队向前压上 巴罗什 卡布亚龙锁 射门了 门将反应很快 门将处理得确实非常好 把球给前面 再等队友把球敲回来 完美的二锅一 巴罗什 右侧带球 路易斯加西亚 C到前面 这个意识还不错 越位在先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回放 路易斯加西亚 巴罗什 轻松将球得到 传给左边 萨拉斯 说传一传是对的 他试图拉开对方的防线 他试图拉开对方的防线 反向前面 做一个小配合 助力裁判示意 这球越位 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回放 比赛 边线球 打球做个右路 比赛 上篇比赛已经过去半个小时 比赛 路易斯加西亚 巴罗什 好 作为一个短传 漂亮的过顶传球啊 传球很漂亮 传到门前 偷走公门 稍微大一点 卡拉格尔 卡拉格尔 从右路突破 要利用对方左路的控帮 承到前面 到前面 好球 萨拉斯 挑射 门将表现得不错 面对这样的门将 技术是不可能取胜啊 把球转移到左路 巴罗什 危险动作 卡拉格尔的一个认识球 非常地准确 这张牌给的还是很合理 特拉奥雷 哈布亚龙锁 围传 漂亮 往右边分一下 围传 被球给了左路 传球给到左路 传球给到左路 传了 把球带向左路 传到了中路 时机没有把握好 在危险区附近 逼得借外球 把球踢出了禁区 成功的批就啊 这角射门很有危险 这样的射门对门将是个考验 不用太调急 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哎呀太可惜了 积极的跑位 赌断了全球 他就是潜着飞 比赛将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场比赛结束 他们已经落后一球了 因为一个小小的 中场休息结束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这是完全实况网站 为您带来的实况足球比赛的下半场比赛 双方异地在战 往左进攻的是 利物浦 出现在屏幕左边的是 合床 给一脚 哈巴亚龙锁 路易斯加西亚 直C 防守圈反应很快 要看准了再传呀 好球回敲 看好对方的空档 将球轻轻地回球给队友 船子漂亮 起球打门 这个球对门将没有构成什么威胁 在右路拿球 把球截了下来 好球 好球 衬球肤也要开阔一些 从左路寻找空档 球直接衬在门前 打门 精彩 比赛第60分钟 他们的 又打进一球 他们的比赛进程很顺利 向前弹球 弹回来 蹭给前面 超远距离射门 门将今天神了 给前面 席拉德 好 右边 球越过了防守队员 的确是个越位 我们来看一遍 我们来看一遍慢动作 切断了传球路线 投球回蹭 路易斯加西亚 实在是可惜 把球带到左路 财队人认为这个动作是合理的 也许裁判没有看清 也许裁判没有看清 维旋 维旋 全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5分钟 从左路推进 C给了左边 传球要干脆 对方的左路有空当 他突破了防守 漂亮的突破了防守 继续推进 摄像球门 稍微偏了一点 尽量利用转移 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对球门展开了围攻 还是被解围了 中路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角球 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机会 左路带球 把球给右边 要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 比赛只剩下最后的5分钟了 招招脚 把球敲到前面 配合没有组织好 左边空了 全球过点 到防守队员的后面 球被断下来了 结束了 2比0 失败的结局让他们一蹶不振 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 希望本赛季能够看到 更多的这样的比赛 好 好 好